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有多聪明 多么富有 多么有权势 人在生气 在愤怒的那一瞬间 智商是零啊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个窍门 当你在怒不可恶的时候 我一定想发脾气 想发泄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要等一分钟 因为人的智商在愤怒的时候 全部跑光 经过一分钟才会恢复正常 所以当你在家里跟太太 跟先生要骂要吵的时候 你赶快拿手表看 不讲话 一分钟之后 放下来 我才不跟你吵了 我是学佛人 我恢复了理智 记住 千万不要在愤怒的时候 做任何的决定 因为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所以人的修行 关键在于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用嘴巴去伤人 骇人 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心里的烦恼 有时候通常是来自于你内心不良的情绪 所以不要被你内心不良的情绪左右了你自己 记住了 一个能够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有修行之人 因为要开车 我们才去学交通法规 因为要学博 我们必须要学戒律 水生则流缓 雨池则人贵 当一个人懂得我讲话 想好了再去讲 想好了再去回答别人的时候 你就是贵人 记住了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 学会了说话 但是我们却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去学会沉默 沉默是经啊 说是一种能力 不说那是一种智慧啊 是一种的的 是一种智慧啊